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的话呢6月3号简单的明天声明 由大家学的继续观看 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本次的搬设计划我们迅速的过一遍 首先来看一下这一周市场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事件性的新闻 又到了新的一个月 第二季度末 然后新的6月 新的一周 那每一个月的第一周周五都会有非农就业数字 那就业数字来看就业报告 目前来看预期并不高 而且天气不断转暖的情况下 这个数字是很容易打过的 很容易打过的 那可能会对美元会有些影响 我们看美元最近是104有支撑 105 106过不去 那不知道美元会不会有所反弹 这个是我们会关注的 另外还有ECB的redecision 欧元区的 还有欧派 欧派家的会议 同时还有加拿大银行 这里也会有一些事件性的新闻 那这是在日程上的 我们看到一些可能偏欧美国家的这个已知的一些事情 当然还有很多地缘政治紧张的情况 加上还有一些个股的行情 我们这边也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分析 这个透析讲解 我们看这一周比较重要的 就还是Costco的earning 还有一些收购并购 一些药股 还有一些财经数字 像我们刚刚讲的 对吧 key data report for job for data report for job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盘前的话 市场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骚动的 我们看到盘前 这个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首先先过一下这个吧 好久没有看了 CNN fair green的 现在是在一个中立的位置 不太好说 American interview investor 也是三足鼎立的一个情况 当然看涨的人多一点点 这个也不太好说 对吧 季节性的规律的话 6月初 我们看到可能会有冲高回落 sell in May go away 接下来可能六个七 六月七月可能都不太好 震荡为主 是吧 所以这也是我们对市场 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 另外估值这边也偏高 所以大家小心 回上 另外今天早上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到 早上的涨跌浮宝啊 是非常夸张的 早上其实我们看到 今天早上是有一些涨得非常夸张的个股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盘前的一些数据吧 我们看能不能用SeekingAlpha SeekingAlpha也是一个网站 还有很多的工具的 Premarket mover也可以 我们看Premarketmover investing.com或者是MarketChameleon 这个是我们可能用的比较多的 Banzinga也用的比较多 是吧 大概就是这几个网站 还有Barchar其实也是很多人家用的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都属于是免费的数据 也不要说没有很多数据 其实网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数据 是可以用的 我们看Premarket用的比较多的 这里有一个叫BPTH 然后还有就是小中概股 然后也有像GME MFE AMC 还有Hologram这些 又是这些腰股开始有点动静了 然后Top Loser的话呢 我们看到Loser今天其实没有什么 Gainer的话很明显 又是这种Mean Start再次回归的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我们看MarketChameleon市场变色龙 市场变色龙的话呢 这里数据可能更加专业化一点 我觉得 Most Active的意思就是成交量比较大的 相对于说MarketChameleon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BPTH的成交量非常的大 然后Gainer这里也有非常多的Gainer Loser也有我们看今天涨10%以上的不多 但都是一些小盘股都是一些B空股 其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一只 HZO 这个其实是做游艇的 Marine Max 做游艇的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股价上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变化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想要观察 或者说之前有说过的一个中长线的一个关注对象 对吧 Marine Max 然后我们再看 这里Trading View Trading View的话也是有很好的盘前的数据 这都是免费的 我们都是免费的 而且直接点 这个就能看到它的图了 我看 直接 输进去 我们看 HZO Marine Max Launch chart 就能把这个chart给打开 就输HZO 是吧 我今天刚好有这个条件这个时间 我就把它这个点开给大家看一看 Benzinger 也是一个很好的数据的平台 当然了 这都是直接免费注册登录就可以用的 而且足够是足够大家是可以用的地方 但其实我们一直以来用的比较多的 还是用这个 分身 比较简单一点吧 我觉得分身 而且尤其是我们屏幕分享的时候 可能没那么卡 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当然它的功能可能没有说其他网站的集合这么的强 但是是可以 我觉得可以替代不少网站 我们看Marine Max 改了五分钟图吧 跳空起来 然后这个图的话来看也是比较漂亮的一个 一个 圆弧 走起来 Marine Max 也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个长线股 像这种的话 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多的网站啊 工具啊平台 大家可以利用起来 而且都是免费的 这个今天讲这个其实是针对于说 多么有同学问到 关于一些免费的数据平台 其实大家这个网上百度一下 谷歌一下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这我觉得不需要说我再继续讲下去了吧 应该大家都可以举一反三 对吧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那回到我们常用的这个分设 大家可以看一下Marine Max 今天涨20% 他也是属于我们这个长线列表里面的一个对象 东长线 持有里面HZO也是一支对象 然后呢 从周线图来看的话 他其实还是在低位的 然后今年其实也没怎么涨 月线图来看也是一样的啊 所以像这样的对象 我觉得是大家尤其值得去注意的啊 尤其值得去注意的啊 啊 HZO也是我们看到这样子的 是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一周 其实财报相关的也有非常的多 从Screener来看 Earning Date This Week 我们要大这个大市值来看 CloudStrap 也是一个大市值的公司啊 CloudStrap 当然可能公值上来说比较麻烦一点点啊 而且最近确实这个砸下来有点麻烦 对啊 再见 温馆 出来 温馆 ان 然后另外我们看还有另外像Lulu Lululemon肯定也是很多同学会关注的 然后有一只英国的股票 还有Hulu Parker Enterprise 一些传统价值的吧 然后我们看这边 其实蔚来汽车这周也是财报的 但这其实市值都不大 都没有说像之前那种MegaCap那么大 一个Billion以上的可能才40G 那家都是偏小一点 就觉得一个Billion没达到的话 那像这个Hilbert 这个也是之前我们说的中场线的 关注对象后来也是被收购了 还有什么没有 最终其实财报方面大市值公司的话 并不多 像蔚来 然后还有像Hulu Parker Enterprise 还有Dollar Tree跟Lemon Tree 还有Lululemon Lululemon 还有Cloudstrike 这些是大家只能去关注的 我们看Lulu Lulu确实这个图来看的话 不太好看 500砸下来到300 这里确实是有些支撑 都快速可能会往下杀一杀 破了窗了都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Lulu我们看Cloudstrike 是周二的盘后 这座好多零售 然后也有一些软件股 零售为主 还有加息中盖 Lulu是周三盘后 周四盘前有个未来汽车 Chargecoin也是在周三 还有Vitoria Secrets 这些其实都属于是零售 和特殊零售吧 跟消费相关的股票 在这周比较多 那这个就是看自身的这个能力了 有些能力比较强的 可能就涨起来了 有些可能能力差一点点的 这种股票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对吧 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 那以Lulu作为一个标准对象的话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 本周的一些财报期权的一些看法 另外还是补充一下 盘前这里 我们看这周数据方面 财经方面的话 今天10点钟 有个IMSAN Manufacturing Index 这应该不会差 应该可能达到50吧 我觉得应该不错 还有工厂订单 然后周三周四 都是一些跟就业相关的 这就这样还是我要的就业去走 就看美元接下来怎么走了 美元接下来两天 到时候我再看看 给大家一些明确的一些提示 美元的下一步方向是怎么样的 目前我觉得美元 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方向性 你可以上可以下 这个图来看的话 转期可上可下 但如果按照这一个圆弧 或者说这个吸筹通道来看的话 我觉得上的概率会大一点点 所以大家还是谨慎对待 谨慎对待 那如果六号降息 也就是说这边有工学问到说 六号降息的话会怎么走 资金会流向美股吗 六号如果降息的话 欧元会走低 美元会走高 流向美元 其实对各大资产价格来说 不是什么好事 这个要小心 对吧 这个要小心 这个其实跟大家所谓的逻辑不太一样 可能给大家想的逻辑不太一样 中概 中概我们依然是看好 集体的看好 当然可能现在中概会有一些轮动吧 可能不是说所有东西都能够像以前那样子长那么或那么顺 还是以更长远的周线图来看 谁在低位选谁 是吧 谁在低位选谁 所以你看像腾讯音乐这些都挺稳的 都翻倍了 很多其实趋势都还不错 然后这些已经涨上来的话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先放一放 不用那么多关注它 找一些这些没怎么涨 没怎么涨的其实很好看 很好办 就是从这个我们看从这里 performance来看 year-to-day涨得比较少 year-to-day这边涨得比较少或没怎么涨 逐一击破就可以了 sol这个属于什么 太阳能 vnet 这也是雷军概念的这种人数据人软件 数据中心 kc 很好 yama这种直播的就可能差一点点 然后还有这个属于这个是微米吗 还是云米啊 然后holler这个可能是收购的 百度也是在低位啊 当然百度最近好像新闻方面不太好 QD f5 这个其实有些腰谷就算了 DQ是很好的 万国数据也是很 很好在低位 所以你这么去看的话 其实今年没怎么涨的就有很多啊 拼多多其实今年没怎么涨 因为之前是涨过 然后跌下来一点点啊 啊 我们看今年长得比较比较好的 其实都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吧 也是第一阶级队的 长得比较好一点点啊 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一周的话 我们看中概 其实主要还是看未来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最近这个 你们买的这个四股苹果这已经是涨上来了 然后最近也没有什么买 也没什么做期权 可能之前卖Cover Code的时候做了一些 你看这里 基权策略报告打开 Lulu这周应该是关注度比较强的啊 Credit Spray也好 Cover Code也好 尤其是Cover Code我们看 可以关注一下 Cover Code 其实可以考虑做的 然后Shopput的话也是可以做的 当然Cover Code你需要有股票 没有股票的时候 你卖个Pud也可以 卖Pud的话 Lulu其实我们就考虑卖在下面 这个位置如果跌下来 你愿意愿意接 250280这个位置 如果愿意接 那你可以考虑 其实也是一个不差的位置 对不对 大家认同吧 Lulu应该是关注度比较高的 这个其实它在海外方面的营收 还是相当可观的 我觉得 可以关注一下 可以关注一下 好 那这周事件性的新闻 包括还有一些个股 主要还是看飞龙 看美元 看个别股票 那已经开盘的状态下 今天早上涨幅比较猛的 这个开盘 他们看到这个GME就飙上来了 那其实GME的这个涨幅 盘前其实就已经有很强的动能了 是吧 然后瞬间被砸下来 然后这个可能也有一些 又是停盘了在里面 那我记得上次停盘 这个股票是从这里上到这里吧 后面修了一下 然后又上了一波 但我不知道这次会怎么样 这属于第二轮了 第二轮又是处于在炒 炒就饭了 炒冷饭了 这个就越来越危险 越来越危险了 但是其实 短线选手的话 那肯定还是在这里面找机会 肯定还是这里面的机会多 短线选手的话 可能是这里面机会多 当然这边我觉得就属于高风险 个人操作而且选越比较快的游击站 所以我们就不多讲了 就不多讲了 如果有大的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看 那边问到QQQ 我们也可以看看QQQ 这些都是很好 目前是没什么大的问题 日线图来看的话呢 还是跌不动 这边踩了一下支撑 也就像上周一样 小跌了一下 然后就上来了 上周下跌 其实还是因为像CRM这种 下跌 砸了一下 但我们看CRM这一跌下来 其实也有人在股这个缺口在接 我们看上周像CRM这种软件股的大跌 也可能不是说第一天了 之前也跌过一点点 然后这里很快就把它拉上去了 很快就把它拉上去了 可以看得到 好 这边我想讲的就大概是这么多 看大家有什么后续的问题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明天早上再见 明天早上再见 好 这边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交易日 愉快的交易周 感谢Louis 感谢Mo 感谢Miao 感谢Miao 感谢各位新老朋友们 如果大家想在一起更多信息 也可以拨打FestTrade的客户专线 以及电子邮件 ChineseFestTrade.com 官方微信服务号 FestTrade横杠1985 服务环30多年老板键商 真正意义的明天键商 明天早上 我们再不见不散 Until next time Chuguin And stay powerful 拜拜 拜拜